国安欢迎收看4月2号的台势 晚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国内今天新增了160例本土个案 其中新北市今天新增52例是全台最多 综合传播链再增加7例 而另外三峡某国小老师延伸出了18例的个案 这名国小老师的姐姐在超商工作 和树林厂确诊者有足迹重叠 而姐姐染疫之后她自己也确诊 由于她平时除了在国小上课 也有在附近的两属国中当社团老师 三校师生裁剪之后 今天增加了两名老师 还有16名学生染疫 目前已经匡列535人居隔 新北校园疫情拉紧爆 三峡一带一所国小两所国中 暴增有18名的师生染疫 源头来自日前确诊的超商女店员 她和男友因为和树林厂确诊者足迹重叠 被匡列裁剪 染疫后店员的三名家人也确诊 其中的妹妹在三峡某国小任教 没有症状但CT值只有13 病毒量相当高 进一步追查 她在其他学校也有上课 周六验出两名老师 16名学生也确诊 这三所学校通通得停课10天 在邻近的学校的运动 团队都有在指导 指导了很多的班级 也很多的学校 赶紧北市暂缓跨校活动 防堵校园疫情扩散 只是国小生都没打过疫苗 已让师傅不敢大意 墨建包含师生家长相关接触者在内 一共匡列了多达535人居隔 这域中和传播列 一号在筛检757人后 找出四人阳性还有三人阴转阳 研判已经逐渐获得控制 连日来新北疫情严峻 但是找惠仪出席活动时 却突然卡坛 不断咳嗽 也让所有人很紧张 中和群聚好不容易看到虚幻机 三峡又爆发失声确诊 全市单日新增52例 确诊者更遍及13个行政区 可说一波微频一波又起 藉由黄平黄成博新美式报道